電焦鏡 它這次的電焦鏡 就是長焦鏡 它是65公里 12 Pro是52公里 所以就是有差 而且它的夜拍的部分 它的低光源可以提升了87% 所以你用 12 Pro Max 你在低光源拍照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不管是拍照也好 或錄影也好 它的對焦粗度其實是蠻快的 那另外呢 你在錄影上面 因為它這次是做在感光元件的防震 你在手臂 你可以不用架任何的 所謂的穩定器啊 腳架 你手持在錄影上面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防震 是可以達到比iPhone 12 來了來更好 12 mini呢 它的好處是夠輕 因為它133克 它的效能還有拍照 後面呢 有廣角跟超廣角鏡頭 那超廣角鏡頭呢 你一樣也可以夜拍 其他的功能就跟iPhone 12 都一模一樣 所以呢 它沒有去閹割掉任何的功能 它唯一呢 在連續看影片 它只能達到15小時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在於你喜歡行動 不會拿它來一直在打遊戲 我覺得呢 以這樣子的單手手握感來講 iPhone 12 mini 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重點是 它在全部的iPhone 12 這個全系列 它是最便宜的